新唐人电视台通过卫星、有线、无线电视、网路以及手机等多个平台同时播出 在亚洲地区约有一亿观众可以收看 无论新闻、报道或节目制作都深受好评 新竹市政府认同新唐人国际平台的优势 邀请日本新唐人社长参观新竹古城 希望能够将新竹市的古迹和人文风情介绍到日本 吸引更多国际视野的关注 新竹火车站、东门城、沪城河、新竹公园湖畔廖市政府厅 不仅各具特色而且都是从日具时代保存至今的建筑 这些深具特色的古建筑和即将开放的世博台湾馆 将通过新唐人介绍给日本观众 今天非常高兴我们的社长到新竹来了解一下 我们新竹市在日本时代的时候是怎么发展的情形 现在跟日本时代是完全决然不同 因为我们从一个村库变成一个科学的巨人 所以这个城市非常的可爱 欢迎大家到新竹市来玩 新竹的它不单是风貌很漂亮 它还有它的人文 它的科学园区 也是日本的工商企业非常喜欢来的 包括它的投资环境 我想以后对日本跟台湾两方面 我们日本电视台应该可以做一个更好的一个桥梁的工作 从一个有三百年文化传承历史的城市 转变为科技城市 新竹市政府希望通过新唐人国际平台 多元优质的节目 将新竹市的传统韵味和创新带给日本民众 针对台湾的发展给我们更多的指导 我想透过双方之间的一个合作 可以把这个城市花光花亮 也可以让电台有更多展现的空间 新竹野台电视 黄宁国灵秋霞 台湾新竹采访报道